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第六章 主题是 用生命荣耀神 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目的 应该是荣神义人 也就是说荣耀神和帮助人 但诚实地说 我们常常做不好 甚至是明知故犯 正如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会众 哥林多教会很富有 也有许多的属灵恩赐 但他们出了许多问题 以至于保罗不得不写信责备他们 劝解他们 希望他们能用生命来荣耀神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保罗用六个且不知 来指出他们的问题 指明他们不应该怎么样 而应该怎么样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警戒 保罗指出的他们的第一个错误是互相赠颂 甚至赠颂到不信主的人面前求审判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赠的事 只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 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 相赠 原文是赠颂的意思 不义的人 就是指不信的人 我们因信称义 为信耶稣的人是不义的人 弟兄姐妹间有亏欠 为什么要在未信主的人面前求审判呢 那保罗为什么说互相赠颂 特别是赠颂到不信主的人面前求审判 是大错呢 因为这样做 是否认了教会的权柄 也修入了主的名 且不知 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若世界为你们所审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且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何况今生的事呢 当然 审判世界和审判天使 只是将来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保罗在这里教导被告的人 你为什么吃压人呢 亏负人呢 何况那是你的弟兄姐妹 你信耶稣 知道有活着的神 神会审判你的 保罗也教导被告的人 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 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你是属主的人 你觉得被欺压 被亏带死 难道不能学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耶稣也同样吃亏 被欺压 他没有犯罪 但他甘愿成为被杀的羔羊 保罗在这里教导被欺压的人 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 所以当教会遇到弟兄姐妹 征送的问题 教会要拿起权柄来处理 不要遇到问题就掩盖起来 当作平安无事 其实有问题就是要处理 人与人相处必有冲突 矛盾 但不要怕 神已将智慧 能力 谋略赐给教会了 我们一定有能力可以处理的 保罗接着在第九到十一节说 你们且不知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他列举了种种不义 指出不义的不能进神的国 但指出 我们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就可以洗尽 成圣 并成义 保罗指出他们的第二个错误 就是放纵自由和情欲 六章十二节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它的瑕疵 我们是有自由 但不是为所欲为 而是有原则的自由 在这里 保罗提到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 是否有益 对自己 对别人 对家人 对教会 对神的国度 对荣耀神 是否有益 没有益处的 就不做 第二个原则是 是否受瑕疵 受瑕疵的 就不做 当时的哥林多教会 受希腊文化哲学思想的二元论影响 认为人的身体 跟灵魂是分开的 灵魂得救就够了 身体可以随便乱来 比如乱吃 比如淫乱 更是认为身体是自己的 只要高兴 随便怎么样都可以 但保罗教导他们 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是要在身子上荣耀神 原因是 第一 我们的身体是尊贵的 身体与灵魂将来都要复活的 正如神已经叫主耶稣复活 是身体和灵魂一起复活 第二 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 且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 我们怎么可以将基督的肢体 作为仓记的肢体吗 我们是基督的肢体 就不可以用来放纵情欲 所以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 你们要逃避阴性 人所犯的 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形因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当你得罪身体 也得罪了基督 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肢体 第三个原因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且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电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这是一个观念的全然转变 我们不是自己的 不只是我们的灵魂属于神 我们的身体也属于神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神的灵是圣洁的灵 祂住在我们里面 祂要求我们也圣洁 这位圣洁无瑕疵的神 愿意住在我们里面 你就知道我们的身体 是多么的珍贵 第四个原因 我们的身体是重价买回来的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我们整个身体是耶稣用命换回来的 我们有永生 可以过圣洁的生活 并且得到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 我们今天活着 是因为有人为我们而死 用他的命跟我们的命交换 我们应该好好为主活着 圣洁的活着 大有能力的活着 荣耀的活着 我们的身体不再属于我们自己 属于主的 所以不是凡我们喜欢就可以去行 做每件事之前 说每句话之前 看什么 想什么 都要问自己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与我们自己 与别人有益处吗 是荣耀神的吗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有被他挟制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用自己的命救赎了我们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 求圣灵保守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爱惜自己的身体 只用身体做有益于自己和别人的事 做荣耀神的事 并且不受任何东西的瑕疵 帮助我们用生命来荣耀神 感谢主 求你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你的儿女们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